经过十多年的谈判 联合国通过全球首个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 通过制定法律框架 让人们能在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 保护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公海生态系统 我国将在今年9月在协议上签字 并争取尽快核准 联合国星期一通过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定 将制定法律框架将公海纳入环境保护的范围内 让人们能在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 目前占全球60%海洋面积的公海 只有1%的面积受到保护 正在美国访问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形容 联合国同意采纳协定内容 是国际法、全球公寓管理 以及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胜利 这显示各国能采取集体行动来追求共同的目标 协定将从今年9月20号起接受签字 维文医生说到时我国会尽快签署及核准 并呼吁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也这么做